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生气时愿意主动哄你的男人吧 只有十分的珍惜才会愿意放低姿态去哄你 两个人的相处是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 愿意在生气时主动哄你的男人才是真的爱你 吵架时他会主动让步 张小贤说人生已经如此短暂 不要浪费生命去争吵和冷战 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彼此间的摩擦与争吵时 沉默成为了最常见的回应方式 最后争吵变成了冷战 矛盾成为了隔阂 其实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吵架时会主动让步 彼此之间产生摩擦时会懂得打破僵局 他们明白 沉默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而是矛盾升级的原因 主动让步 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一次矛盾 更多的是害怕失去你 争吵是彼此感情中的家常便饭 但沉默是相处中的不速之客 不要让家常便饭变了味道 更不要让不速之客成了熟人 没有人会无条件的对你好 更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迁就你 好好珍惜那个争吵时愿意让步的男人吧 让感情中多一些甜言蜜语 少一些沉默冷战 让出的那一步 是对一个人深深的爱 会为你吃醋 吃醋对于女人而言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而对于感情中的男人而言 吃醋只能说明他是真的爱你 一书说 吃醋怀疑不是因为小气 而是害怕失去 每一个男人在感情中都会有强烈的占有欲 想要把对方占为己有 不让任何人接近 但这种所谓的占有欲 并不是想要霸占你 而是害怕失去你 每一个沉浸在爱里的男人 都会变成幼稚的小男孩 敏感 小心眼 患得患失 人世间最幸福的感情 莫过于和一个会为你吃醋的人在一起 珍惜那个会为你吃醋的男人 若不是因为深爱 谁又会这么在乎 喜欢你的男人或许会很多 但愿意为你吃醋的男人却很少 害怕失去你的男人 才会有这三种表现 有些成熟 也有些幼稚 而旧气根本 不过是因为爱你 有君如此 夫妇何求 如果你有幸遇见这样的男人 牢牢把握住 他会将你好好呵护 免你漂泊无依 免你颠沛流离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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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Waters